见小孩的目光落在他的身后,男子不由笑了起来。 你叫什么? 啊,赵叶。 凤叶笑咪咪地说着。 想做老鹰吗? 他笑问,觉得这孩子笑起来的样子跟某个人很像,而且没遇见那古怪精灵的样子啊,越看越像。 想。 队长,阿胜和阿南伤得不轻,只怕…… 一名队员来到徐彦身边,一身鲜血的他,脸上有着掩不住的担心。 我们不是备了药吗?快给阿胜止血,把治疗内伤的丹药给阿南服下。 止血药不管用,血涌出太多,止血药一洒下去就被冲散了,根本止不住血。 治疗内伤的丹药也让阿南服下了,只是……效果似乎也…… 我这里有止血的药和治疗内伤的内搭。 凤叶从空间中掏出了两个瓶子,分别递给了徐彦。 这是止血的,你倒一些在伤口住,血很快就会止住的。 另一个瓶子是内丹,好像也就剩下一颗了,你拿给它吃吧。 多谢小公子,只是……没用的,他们一个伤的是大动脉,血是止不住的,另一个内伤极重,一般的内丹也是没用的。 凤叶有些不满,他迈着小短腿来到那胸前不断涌出鲜血的佣兵面前,将他的外衣脱了下来。 外衣脱下,露出了胸口处那被剑刺伤的猙獰伤口。 凤叶剑撞,拧开盖子后,将止血药倒在那伤口处。 他倒出了很多,一瞬间止血药散开盖住伤口,血有那么一瞬间没涌出来。 紧接着,他又倒了一些在手掌,连同手掌一起按压在他的伤口处。 众人看着,一时间没有说话,只感觉一颗心提了起来。 当他们看见随着时间过去,那按在胸前的小手掌并没有鲜血渗出时,一个个不由瞪大了眼睛,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 怎,怎么可能,那止血药,竟,竟真的止住血了。 怎么样,我说了这止血药很厉害的吧。 半空中,坐在白鹤上的男子看着下方的一幕,脸上也浮现出诧异。 尤其是,他看着阳光之下折射着光芒的那个熟悉的瓶子,又看了看那小孩,面色越发的古怪起来。 如果他没有记错,那瓶子好像是放酒的,他的瓶子跟一般的药瓶子不太一样,很好认。 可这么一个小孩,怎么会拿着放酒的止血药?